怎么喝这么多啊 你疯了 叶怡婷 你就是叶怡婷 轩 现在 叶怡山却变成了 秦明昊的小姨子 你说什么呀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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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怡婷不在那儿 小姨子 你走错门了 是她 就是她 你别再说了 你找怡婷去她的房间吧 可是你就是叶怡婷 你说什么呀 秦明昊的小姨子叶怡婷 你喝了酒了是吧 你还认识我吗 秦明昊 你啊 我当然认识你啊 秦大老板呀 秦明昊 你很了不起 两个女人 都非常在意你 秦明昊 你怎么这么傻 你说什么呢 喝太多了 秦明昊 我讲个秘密也给你听 我保证听了之后 连觉都睡不着 徐元 你别再说了 没你事 你要不要听 你不说话就是要听啊 我跟你说啊 这故事是这样的 昨天啊 有一个性格很 很善良的姐姐 还有一个 性格很差的妹妹 你别再说了 你醉了 你回去吧 我没醉放开我 燕依婷 明昊 我想她应该喝醉了 要不这样吧 你倒杯水给她 好 看着点 看着点 徐元 你是不是疯了 你来找我 是不是想害死我 逆玲 我受不了了 别再继续了 让这一切都停止吧 好吗 别再说了 我多么艰难才走到这一步 我是不会那么容易放弃的 我告诉你 别阻止我 谁阻止我 我就不会放过谁 怡婷 怡婷 你疯了你知道吗 你完全疯了 是 我是疯了 我就是疯了 要不是我疯了 我也不会这么做 但是我告诉你 我真的不想伤害你 算我求求你 不要再管我和姐姐的事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了 玲珊 你说什么事啊 没什么 不是这句 不是这句 我是说你刚才跟她说什么 我没有跟她说什么 是她喝醉酒 她疯了 明昊 她醉了 你给她喝点水吧 我 我不跟你说 一婷 妈 想什么呢 没什么 你跟一山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你怎么会突然这么问 我 我刚才看见你们两个人 好像 好像在吵 吵什么 姐妹嘛 还能吵什么 一婷啊 就算你对你姐姐有什么不满 你都让着点她 行吗 你看啊 小的时候 姐姐那么照顾你 什么都让着你 现在你都长大了 不管姐妹俩之间有什么不愉快的 你多让着点她吧 好吗 妈 我还能怎么让着她 我连我的幸福都让给她了 妈 你为什么认不出来我了 为什么 就算外表变了 妈也应该能看出来啊 你是我们的妈呀 为什么妈看不出来呢 为什么妈不仔细想想呢 为什么妈不仔细想想呢 我看你们俩最近啊 好像 相处得不太好 我有点担心 一婷 为了妈妈 让着姐姐点吧 妈 我忍到现在也是因为你 因为你们 我不想伤害你们 我害怕你们会崩溃 你 叶怡婷 我要跟你谈谈 你干什么呀 坐下 我跟你谈谈 你怎么喝那么多 你疯了 你就是叶怡婷 现在叶怡婷就叶怡婷 就叶怡婷就叶怡婷的相依了 从前啊 有一个性格很善良的姐姐 还有一个性格很差的魅力 雪儿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在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怡婷跟徐安最近是不是不太好啊 俩人吵架了 他们两个人的事我怎么知道 眼省的人 撤架首歌 你去对家秦朝的国家 我天呆 promotes Schuches 我 profesore 谁是什么 你秦天安 您好 谢谢你啊 这两天那么照顾我们 妈 你又说什么呢 我觉得这儿还不错 咱们一会儿可以常来聚 有你这句话呀 我就很开心了 学岸呢 可能是累了吧 他肯定是累了 昨天那么胡闹 昨天 昨天怎么了 好 昨天喝多了 跑到网屋来了 倪廷啊 他不是你未婚夫吗 你为什么不好好看着他 让他跑来我们房间胡闹 姐 你确定学岸 他是喝多了吗 还是酒后吐针眼 这点你应该比我 更清楚才对啊 这庆姨和赵妃同志 也不知道一大早去哪儿了 你这孩子 你说一大早找人家 新婚夫妇干什么 还没起呢 这个点也该起了 吃早饭了呀 这个是许岸的 看一下他给我们多少啊 老公啊 给我们一万哎 真够大方的哎 看人家花那么多钱 我看一下一扇 我 就这么一点啊 还说什么富豪人家的媳妇 这空门 人家许岸都给我们一万呢 你说红包还嫌人家给的钱少 好 哎算了算了 和吴钧 不会吧 三百 哇塞 这么够小气的 算了算了 毕竟是他自己赚的钱 也不是骗来的 这个是大嫂的 不会吧 十万 各十百千万 老公啊 大嫂给了我们十万啊 什么 十万 那么多 还有封信 小卿 小卿 祝贺你结婚 你们要好好地生活 小卿啊 你对我来说 是我丈夫 托付给我的最后一件事 你哥哥临终前嘱咐我 要把你这个丫头 风光地嫁出去 今天我看见了 可我真是舍不得 所以 我才拿赵妃 找不着房子的借口 让你们来家里住 因为没有小裤子你 我好像活不下去 好好生活吧 等生下孩子 我会给你们好好带孩子 这个 是你哥生前攒下来 准备给你结婚用的钱 今天都给你 启明昊把所有的事情 都包办了 所以钱就省下来 希望你幸福 你的嫂子 姐姐 大嫂 谢谢你 谢谢你 嫂子真是 太费心了 来了 来了 嫂子 ジğini Pete Janet放下来 我的ятся los mówi 怎么不去吃饭啊 大嫂 行了 别哭了啊 这些年啊 也跟着我受了不少苦 我该好好地照顾你的 你对我来讲就像妈妈一样 你对我的好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大嫂 好了 你啊 一定要好好地生活 一定要幸福 好 接住了 小楠 把这土特产都放到阳台上去 好 妈 为了早点休息 我先回房间了 好 好 一婷 有什么心事 随时可以跟妈妈说 一婷 听话 别这儿 别这儿 松手 松手 一婷 一婷 你疯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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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那个人 不可能再成为你的丈夫或恋人 你还想怎么样 不是 这儿 我 好 回来了 回来了 小姐 给你的 给我的 爸 还特地给我准备礼物啊 谢谢啊 没事 不是特地为你准备 那些礼物全家人都有的 对 大家都有 知道 开个玩笑嘛 真是的 婚礼还顺利吗 挺顺利的 亲家母 有没有回去啊 回去了 老爸呢 刚出去了 马上回来 你不是参加婚礼去了吗 怎么脸色那么差 整得像出差似的 可能是我多喝了几杯 那没什么事我就先上去了 奶奶 好 上去吧 挺累的啊 快上去吧 你说 怎么回事啊 出去散散心嘛 两个好像还在闹别扭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知道怎么回事 回来了 回来了 婚礼怎么样 新郎新娘很恩爱吧 还不错 还不错 明侯 衣衫看着不开心 你们俩又吵架了 没有啊 那我看她好像心情不太好 明侯 你可要告诉叶衣衫 她先踩踩考察的阶段 让她管好自己的脾气 否则 奶奶还要赶她走的 知道了姐姐 不用说那么多 啊 操心我干吗 我先进去了啊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好意 知道了 进去了 吵没吵架但我看不出来啊 她恋爱的时候多恩爱 结了婚婷婷成家 所以我才不恋爱 也不结婚呢 怎么了 你姐是不是又在外面 说我什么了 你那个表情 我姐能不问你吗 你们家全家人 都在挑我的毛病是吧 我正想跟你说这事了 昨天我去的那个咖啡厅 是咱们俩五年前去过的 是 当时 咱们还在那儿约好了 等结了婚以后 找一天 还要再去 看来你是忘了 是 是啊 我只是后来才想起来的 对不起 我不舒服 就没跟你一起去 结婚以后 你就好像把这件事情忘了一样 昨天是因为你姑姑在那里结婚 我们正好在那里 我觉得很近 所以就过去了一趟 因为那个地方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可是你一去那里 我一去那里怎么样 我是不是应该后悔 我以前做过的事 我要写检查 我要向你道歉是吧 你到底怎么了 我怎么了 还好我没有去 我去了我真不知道会看到什么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 你跟一婷那么有缘分 跑到哪儿都能碰见 那天你们俩过得很高兴是吧 你为什么永远都要吃你妹妹的醋呢 那可是你亲妹妹啊 你为什么不信任她 我真的想不通 我为什么那么愤怒 齐明豪 你为什么要跟叶一山 在那个咖啡馆见面 是你动摇了吗 因为叶一山说什么了吗 叶一山 你 你真的想告诉明豪真相吗 你真的不怕她崩溃 哼 你以为我是白痴吗 我绝对不能让你告诉明豪 一定不能让她知道 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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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什么事 以我们现在这种关系 这么晚了打电话 好像有点不太合适吧 是 我们现在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那你为什么喝醉酒之后 跑到明昊面前胡言乱语 你不是对一山愧疚吗 你不是要去保护她吗 那请你喝了酒之后 别再跟我发动 我告诉你 你好好地去对叶一山 我希望你可以加油 不要管我怎样 至于结果 那都是我跟叶一山的事 跟你没关系 你就不要不自量力地去出头了 还有 请你不要刺激 什么都不知道的秦明昊 是啊 就像你说的一样 这是你跟叶一山之间的事情 我根本没有资格插手 我只是默默地看着 你明白这个道理就好 我告诉你 别再那么多事 好啊 既然结果是这样 既然都是我的错 那就让我这么一直错下去吧 陆鹏 没想到吧 最后帮你找到姐姐的人 竟然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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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是这样的 你可以给我找个地方住吗 你那个家确实不能再住了 我是怕 徐元会找到你 要不这样吧 你先找个旅馆 之后我再帮你安排 不是姐 我也想去旅馆 但我现在身上没钱了呀 我就知道你打来是跟我要钱的 这么晚了 我现在怎么给你呀 也 也不用非得今天 那 我今晚可以想想办法 那好 把你的卡号给我 我打给你 不是 我 我的钱包也落在家里了 姐 你 你还是见面给我钱吧 我不是说了吗 我现在不方便跟你见面 你是不是见我现在好一点了 又想破坏我是吧 好好好 姐 那 那你还有时间跟我去做DNA吗 够了别再说了 我不是说了不做什么DNA吗 我告诉你 没事的话别再打给我 别发信息给我 发卡号给我 我把钱打给你就是了 你是不是疯了 你再烦着我 是不是看到了我现在过得好一点 就开始跟我要钱了 你是不是疯了 你再烦着我 是不是看到了我现在过得好一点 就开始跟我要钱了 好 叶玉山和秦明昊 居然没有担心联系 算你是想 其实就算你们背着我联系 我也能发现 叶玉山 秦明昊毕竟是睡在我身边的人 现在天空没有拂晕 山川明景 事业格外地辽阔 那后得什么词来着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智慧 感情都成熟的季节 河水也好像是 来自最深处的源泉 这是杜云谢的秋 你 叶玉 你没事吧 不能再想了 秦明昊 你在干什么 为什么不停地去想一庭 你疯了吗 叶玉庭是你妻子的妹妹 你真的是疯了 去年纪 你不停地去想一庭 你赶路 去哪个人 去哪儿 我让你走 是你笑啊 我走了 我才是你的妻子叶宜珊啊 你不是 她才是叶宜珊 我说过了 我只要你好好戴名号 不要再继续错下去 宜珊 我只爱你一个人 我得爱丽丝 我得爱丽丝 怎么了 衣衫 明昊 明昊 你叫我衣衫 你叫我衣衫 我是爷衣衫 你叫我爷衣衫啊 怎么了 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明昊 你答应我 答应我不要离开我 就像现在一样 一直保护着我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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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饭吗 这一大早的 你怎么看起来那么疲倦呀 昨天晚上没睡好 是 奶奶 又怎么了 出去度假玩得不开心吗 累了一天应该睡得很香啊 怎么 在外面玩得不开心啊 谁说我们玩得不开心啊 我们玩得很开心 没睡好觉不很正常吗 干吗大惊小怪的去 对了吧 丈母娘让我问大家好啊 是吗 秦家母真是太客气了 一家人吧 不用那么客气 太客气了 不行 这 行 都没想起来 好了 谢谢 请请 相对 还没想起来 何事 这种话在家里说说算了 在外面别人听起来 好像明昊看上了别人似的 奶奶 我没别的意思 我只是说 如果想别人对你好 你自己先得好 你别呃呃呃地敷衍 奶奶就是说 你之前挪用资金 假怀孕的那些事 你别总是让明昊对你好 你也得对她好呀 别再隔三差五地出什么幺蛾子了啊 小娟 少说两句 小娟说得没错啊 是啊 娟姐说得没错 之前是我做得不好 我要打起精神 把以后的日子过好 之前经历了那么多事 我知道我在这个家是什么身份 我是明昊的妻子 也是这个家的儿媳妇 所以从今以后我会做好的 一辰 你真的那么想吃好事啊 爸爸希望 这不是一句空话 而是你真实的想法 放心吧 爸 好 吃饭吧 嗯 谢谢一婷姐 你的 谢谢 不好意思啊 那里没什么好买的 所以就买了些特产 一婷度假还想着我们 一婷就像我们办公室的拐美员 整天照顾我们 是啊 一婷结婚之后啊 一定是个好媳妇 不是啊 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徐总监真的是好夫妻 有一婷这么好的未婚妻 不合求啊 对了一婷 那个报表你做出来没有 对不起 我把油盘放在家里了 妈 对不起啊 我把油盘放在房间的桌上了 桌上 哦 我看到了 哦 怎么给你啊 嗯 那你可以帮我麻烦小南 让他上网把文件传给我吗 小南在店里呢 我又不会弄电脑 这样吧 我给你送过去 哎 好啊 好啊 谢谢妈 那我等你 嗯 行 就这样 马上给你送过去啊 对不起 我妈现在就送过来 好的 好啊 忙吧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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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经理今天戴的是 传说中秦总的求婚戒指吗 是啊 这个戒指 是明浩求婚的时候送给我的 也就是说 它是我的护身符 可以保护我 哇 好羡慕啊 姐 你就别炫耀了 万一弄丢了就不好了 不如你把戒指摘下来 借我带带看啊 凭什么给你看啊 什么凭什么不凭什么 我就想带带试试看哪 不用试了 根本不适合你带 适不适合 要带带看才知道 你忘记了吗 我的订婚戒指 姐 你想要戴 我可是很大方地就摘起来 借给你戴了 好 依珊 戴上这枚戒指 我们就结尾一提了 不管有什么事 你都不许把这戒指摘下来 即使我们分开 不 即使我们死了 也不能摘下这枚戒指 你能发誓吗 这个戒指的主人应该是我 说好了 到死都不会摘下来 过了这么久了 永恒坚定的爱情 是真面戒指代表的意义 还给我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以为你把我逼疯了你就高兴了是吗 但是我告诉你 我是绝对不会输给你的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 不过就戴了戴你的戒指 至于发这么大脾气吗 一点都不像做姐姐的风格 您好 请问您找谁啊 您好 我想找叶依婷 一婷她不在 要不您先坐会儿吧 不用了不用了 要不这样吧 你帮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一婷就好了 好的 谢谢啊 不客气 好 再见 慢走 再见 你好 请问洗手间在哪里 前面右转 谢谢啊 你以为你抢回这个戒指 一切就会恢复原样吗 抢回 谁抢谁 我吗 当初被抢走戒指的人是谁 你问问手上这枚戒指 他原本的主人应该是谁 原本的主人 你别做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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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所有的事情都恢复不了的 我真的没有想到 叶依婷 你不仅脸皮厚还内心强大 我早就应该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谁 谁是依婷 依善 依善是依婷 我告诉你 这是我的戒指 这枚戒指 是明昊向我求婚时送给我的戒指 也是在婚礼的时候 给我戴上的戒指 是 我真傻 当初如果不是我把戒指借给你戴 不是我把车借给你开 现在也不会变成这样 不过我很好奇 你这张假面具 到底还能戴多久 怎么了 你说这样的话是想指责我 想要我自责是吧 但是我告诉你我不会的 你不要怪自己 也不要怨我 你要怨的 应该是妈 在医院里 是她第一个叫我衣衫的 也是她 在医院里给我的戒指 你一定冒出衣衫 嫁给你秦明好 是 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怎么他们认不出我来 但就算是这样 你也应该出声辩解 叶怡婷 你要负起全部责任 因为是你的一生不可 使我们变成这样 不是妈 不是名号 是你叶怡婷 小语 我妈来了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妈怎么会来公司的 她来帮我送油盘 不会是你故意叫她来的吧 我没你这么多心机 ver you 好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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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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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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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绅你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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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怎么会认错呢 医生 孩子 你还没有完全清醒呢 你才是医生 妈 我全部都记起来了 记起来了 你都记起来了 我不想 这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下去 为什么要让我知道真相 为什么要让我想起来 为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一婷 你这原来那颗痣呢 是 我都干了些什么 一婷 你干了些什么 一善 我可怜的一善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说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说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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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连自己的孩子都认不出来 连妹妹把姐姐的脸换了都不知道 我怎么一点都没有看出来呀 我们把谢谢你 عل不是 昨天是说是 影片一辈得很强 不是 被一些这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